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FED主席 葉倫在昨天在國會 進行聽證說明 我們知道在國會聽證 美國是要摸著聖經 就跟拜媽祖跟拜土地公一樣 你要拿這個神明來做祷告 要來做背書 另外在國會聽證要負法律責任 所以講的話都很慎重 我們在過去半年 一直跟觀眾朋友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美國怎麼升息 不是因為經濟好 而是因為工資跟房租的通膨 這種結構性通膨問題很大 這是第一個重點 我們今天等會兒再討論 第二個重點是FED考量的 一定是一個邪律問題 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鏡頭 這個是個利率的鏡頭 我們有兩種方法 這個重軸是利率 就利率的高度 可能是2.5 3.5 我不知道 另外橫軸是時間 我到這個鏡頭 我要走什麼路 一個是我晚一點出發 從這邊出發 我會比較抖 一個是早一點出發會比較緩 這就是利率升息的腳步 我早點出發 早點升息 萬萬未來我升息的步伐 可以緩一點 不會給市場那麼大的衝擊 假如我升息太晚 就像20405年不能去升息 升太晚變成每次都升息 問題就大了 好 這個問題是我們過去半年 強調了兩個重點 這個重點在昨天葉倫的聽證會當中 終於講出來了 越早升息 升息的步伐就越慢 假如時間點越晚升息 幅度就越大 就是這句話把昨天美元給叫醒了 美元從低檔大談 另外一個把三個人給打死 一個叫醒給打死 那就是黃金 包括了白銀 包括了白金 我們看昨天這個葉倫聽證會 摸著盛心負法律責任 講出來的話讓黃金嚇壞了 同時黃金創下普段新第一 同時白銀也喊救命 所以美國大媽葉倫喊聲息 中國大媽喊救命 我要請教一下蔡老師 因為我們看另外幾個 比較重要的 像黃金的走勢圖 現在看整個黃金 像台銀黃金的 一般的我們就黃金存折的走勢圖 觀眾朋友注意到 今天最新的價格 台灣人投資黃金 用黃金存折 考慮到台幣匯率升貶值 台銀的金價遙準破底 代表過去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投資黃金至少賠掉一成 而且看樣子有更大的風險 我們從美元 從貴金屬怎麼看 好 美元 我們講到股匯金債 都會有四大接空的一個結構 美元現在終於開始轉強了 轉強了 終於轉強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上次講到M投下來要整理 整理我們講到這個就是它的 94就是它跌幅滿足 又是它的起漲低點 這是買回的地方 你有做多美元的話 然後這個第二次打出來之後 現在已經開始在做突破 而且這一個整理的雙底 比這裡整理的雙投的規模還要大 就底打得比較穩 對 跟剛剛那個不一樣 跟歐元不一樣 反過來了 好 這個頭比較 這個規模比它大 那表示它漲是已經開始了 現在注意就這一週的低點 就95.6 美元指數 就之前我們講到支撐在94 現在多頭看支撐 剛剛歐元那是空頭看反壓 多頭的話看支撐 支撐就是這個95.6 你就看95.6 這個我們預估它是第二波的一個 轉強的一個起始點 對 買美元機會來了 那你看美元 日線 如果說剛剛講的 已經可以設停損點了 那個就是你可以擴大 但是做美元 很多都是擴大信用的 都是一槓槓操作 現在我給各位看這個美元 我把它畫細一點 因為紅色這個是台灣的指數 因為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這樣美元轉強 台股 台股幾乎都是崩盤 對 我不是說跌勢 是 每次發生的都是崩盤 對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我把它畫細一點 你看 這邊的是這個美元 美元走弱 那個台股轉強 對不對 美元走弱 台股轉強 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 這個美元轉強 到這邊轉弱 這邊中間有個黃金交叉 所以後面繼續一個崩盤 對 這個台股來講 對美元是死亡交叉 對 好 你看這個是無縫接軌 我一直到現在 然後這個地方這個是 美元轉強 然後那個台股就轉弱 對 美元轉強從台股轉弱 對 這個地方美元轉弱 台股轉強 又是黃金交叉 美元轉弱台股轉強 對 那一樣這個美元轉弱 美元轉弱台股轉強 對不對 都是一個反向 前一波這美元轉強 台股轉弱 全部都是反向的 從以往到現在 到這邊的這個美元轉弱 台股轉強 一直到這個時間 這兩個期間 一個是美元的 美國的QE開始 再來一個是歐洲的QE 除了這兩個QE的時間之外 全部密切的那個反向關係 對 所以現在重點在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開始做死亡交叉 而且是從上面灌下來 美元是從下面這樣灌 突破過去 這個地方已經做了死亡交叉 所以我奉勸各位一句話 這邊有寫的 走過路過寧可錯過 也不要做錯 告訴你 你要抱著一個心態就是說 即使說現在 不只是台股 美股歐盟的國家都一樣 不是講台股而已 即使他會上萬點 或是上一萬兩千點 你都不要覺得可惜 因為這裡很可能會做錯 就是說我們寧願錯過了這個 有可能的行情 也不要去做錯 因為這個錯下來 他的風險是非常高的 另外剛剛美元這個對應關係 跟黃金也是一樣 是 如果說你把黃金拿出來也是一樣 所以黃金這個地方 月線 這是他的月線 我上次講到這個是四個月 這個四個月對稱了 對 還有就是 他轉強就看這個月 結果是轉弱 強弱就看這個月就是變盤 對 我日線已經講過 他是往弱勢的形態發生 這個是原始的上升趨勢線 黃金 上次像石油不是講48 打到了就上去 對 他也是一樣打到上去 可是這邊也撐了大概 也快半年以上了 這上升軌道線多久 這上升軌道線大概多久的 20 這已經大概從這裡 你說上升軌道線是多久的 上升軌道線 這是從之前這個 大概是在 這裡是三四百美元 對 四百 這個大概也有十年了 十年的上升軌道線 所以說我講 黃金是從三四百攢上來的 我今天跟我們的製作人聊過 那十年的多頭結束 慘了 我的黃金 要到十年後才解套 錯 觀眾朋友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十年的多頭結束 要先跌十年 要再漲十年 你才會解套 所以十年的多頭結束 是意思你要再等20年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了嗎 十年的多頭結束 要跌十年 跌十年 跌完之後 價格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 要再漲十年 所以觀眾朋友注意到 可不可以跟你講 直接講錯 你少算了一個打底三五年 打底三五年 對 還要再加上去 是 對 希望不會那麼久 有時候不會那麼久 但是有時候 上一次的話 輪迴是二三十年沒錯 一個空投 所以你看光這個長線 我們講 他從四百多漲上來 我們講台灣大 這一波台灣大省 不是開戶的紀錄 創了紀錄嗎 對 開戶那個 我就有一個朋友 是台灣大省 他是這兩年才開始做 他從這個 他只要是一千一百八以下就買 一千二以上就賣 這兩年玩得非常開心 變高手 對 然後我在最近 知道他這件事 我真的苦口婆心 跟他勸他說 這個真的 就是從這個原理來講 以前是四百塊美金 升起來 因為你這兩年才開始玩 你覺得一千塊很便宜 其實大省都要講台語 才會通就對了 對 你覺得一千塊很燙對不對 但是人家是四百塊賣起來 你不要認為說 一千九跌到一千塊很便宜 是 苦口奔心勸了很久 又是我朋友 我們總是要做到朋友 應進的義務 是 才終於最近說他剩下一點點 然後準備850來承接 是 850這個數字 我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因為操作的人就是 就是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第六感 對 可能就是按照第六感的感覺來 對 不過最少會進到我應進的義務了 所以這個不是說不能買 是說我們要買進時機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破線 破線 你最起碼等他破底翻 我寧願貴個10塊20塊來買 對 我也要避開他量300塊以下的風險 買對比買低重要 對 就是最多我多花個10塊20塊 買個安全點 買個安全點 因為他破底翻 因為現在目前的壓力 是在1164短壓 又往下降 又往下降 但是我們重點還是看1174 1174 1164只是短壓 對 也就是說你空對 我們講過這個破線就是空點 然後這個加碼空點 那破線 再來再往破前提 再破這個前提 那整個跌勢就確立了 老師另外白金 我們看到事實上這次貴金 因為過去最貴是白金 白金現在比黃金白銀都還落 對 你看我這個裡面 還畫一個紅線出來 就是白金的一個價格跟黃金 你看白金這個紅 這邊底的話 這邊已經先破了 黃金還沒破 那在五六月的時候 他再破一次 那就是告訴市場的主力 就覺得為什麼黃金那麼多人 包括 黃金不是只有一般賞戶 有的避險基金什麼都會去 因為希臘的問題一直搶一直搶 搶的都掉不下來 所以現在這個主力市場 真正能決定趨勢的大戶 決定來灌壓白金 讓你那個黃金知道說 白金跌得真的很慘 對 你看白金在過去曾經 也是黃金一倍以上的價格 黃金一千他是兩千的 現在白金比他便宜一百塊 我講過這個是不能習慣的 就是市場要告訴你 這個倫理要被修正了 所以我用 等於說我用白金來告訴你 黃金這裡我是不要讓他上去的 就是台積電崩盤了 價格跌過聯電 你覺得聯電能買嗎 不要亂買 因為台積電都崩盤了 所以說我跟你講過 你要等那個靈月頂破底翻 或什麼再來買 那我們看白銀 白銀的話 當然這個破底 一般來講破底是空 我不建議做空 因為白銀在長期來講 我是看得很好 老師一直有建議說 做多白銀做空黃金 其實光做個利差是賺錢的 你看現在的白銀的話 跟黃金的比 大概還有70比1 這個你知道黃金 每年的消耗量的乘數非常高 但大部分的黃金 白銀白銀的消耗量 只要開採出來都被保留下來 對 所以你看白銀 據說他的整個庫存量 已經創了700年來的新低了 對 那你覺得將來物以稀為貴的話 白銀的價值高 還是黃金的價值高 所以從這個來講 我有拉出一個很長的一個 這個 這個 也就是我講 你可以撈底的地方 13塊左右 在12塊左右 12塊到13塊 在12塊左右 那當然有時候會破 但是過個10年你回頭來看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都是低點 傳家之寶在拜銀 那當然你買不要去做期貨 對 下來 因為我們講撈底 是沒有設停損的 所以你要做什麼 譬如說你去直接搬銀磚 銀磚回來 10盎司 100盎司都可以 或者是加拿大封業銀幣 都可以 只要他跌到 真的有看得到12的話 那我覺得 你最近如果當時的氣氛 什麼都不好 對 你去買白銀就對了 買銀定 全部跌了 你不如就到那個價位的時候 去買白銀 拿來回家擺著放也好 觀眾朋友 因為過去這300年 黃金跟白銀翻過來 因為過去 其實全球以中國為主是銀本位 歐洲是金本位 當然這要請院老師來解釋 為什麼歐洲是金本位 中國是銀本位 這有歷史典故的 可是隨著中國跟美國 這種東西方力量的平衡 觀眾朋友注意 其實蔡老師常常講 白銀是白銀 你可以空黃金來做你做多白銀的弊小 但我要回來請教莫華哥 因為很重要是昨天幾個人講話 重要 重要的地方 就第一個 包括了連英國央行的總裁卡尼 卡尼其實很了不起 他是全球身價最高的央行行長 為什麼 因為他特別是英國挖角他來的 他以前是高盛邦的主管 尤其是做加拿大央行的總裁 在2008年次代為例當中 G7 這個七大公元國家 只有加拿大沒有銀行倒閉 原因就是因為卡尼的這個預判 跟先知先決 還有處理得當 所以英國用史上最高的薪水 挖他來當英國的央行行長 可是卡尼講 升息要到了 升息要到了 配合那個美國大媽耶倫 這英美聯手都不斷強調 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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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觀察 我們來看到這兩張圖 觀眾朋友可以知道說奇怪了 既然沒有通膨業人為什麼要升息 你看到第一個 美國的CPI 現在目前CPI在零軸附近 對不對 事實上CPI 你說這個有通膨 這絕對有通膨 2007年的時候CPI高到快6% 2011年的時候反彈到4% 因為季期比較低的關係 你說這兩個地方有通膨 OK 現在目前沒有通膨 另外這個圖也很有意思 這個是美國城市居民扣掉房子的 它的物價指數 你可以看到扣掉房子物價指數的負增長 而且是連續6個月下滑 奇怪了 沒有通膨為什麼要升息 另外我們從美國的製造業來看 情況好嗎 昨天公佈出來的數字 其實也不是很了不起 前面零售銷售也很爛 對 美國的這個是它的工業產出 工業產出你可以看到 這是5年來的走勢圖 目前是在5年的低點 它的工業產出這5年來 它其實沒有很明顯的往上升 是 另外在製造業的產出月增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在兩年來 它其實都是維持在零軸上下 對 沒動 也沒動 對 唯一有動的 昨天公佈出來比較令人 覺得可以注意的是PPI 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倒是這個月比的部分 升上了9個月的高點 對 但是你看到年比還是在負增長 年比是負的0.5 只是月比往上升 那月比往上升我個人覺得 有可能是受到前一陣子 油價上去帶動的影響 是 但是最近油價又下來 可能它的升的勢頭 不見得能持續 可是我們扣掉能源跟油價 我這邊掌握的數據 是美國的核心PPI 是增長0.8% 其實已經敲我頭 扣掉食品跟能源的話 對 那有可能是它其他的成本 在往上升 對 但不見得代表它內需情況 是非常好的 因為從零售銷售數字 可以看出來 也就是說它這個成本的往上升 不見得是消費很夠力所推動的 是 那我們來看到幾個 目前 現在目前美國的一個實際的情況 你會知道 事實上美國的狀況 並不是像大家想像這麼好 對 沒有這麼好的狀況 為什麼要升級 為什麼 對 那你看到這些 包括這些密密麻麻的數字 事實上我做了綜合整理 其中它告訴你什麼 它告訴你第一個 現在目前美國的真正物價 在帶動的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住房指數的往上升 第二個是醫療指數的往上升 你看住房升2.9 醫療升2.8 CPI年增率才1.7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住房跟醫療是帶動 美國物價上升的因素 其實老百姓很辛苦 為什麼 住房跟醫療是必要支出 對 這個它不是額外支出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在薪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薪資 現在目前的平均薪資 月減是0.1% 對 主要是受到0.3%的明目薪資月增 遭到0.4%CPI的侵蝕 所以0.3減0.4不是負0.1嗎 代表說美國的勞工 它的平均的實質薪資 是呈現負成長 雖然通銅富高 可是比薪資成長來得快 對 就變成實質負成長 對 而且你看到這個地方 在住房的部分 美國五月份的房租年增率 高達3.5 然後美國五月份排除住房相關不計成本的年 消費指數是負的1.4 代表什麼 代表是被房租頂起來的消費指數 那房租的持續的上升 美國現在的自有房屋率已經降到新低 對 那房租的持續上升 再來醫療成本的上升 薪資還減 對 薪資實質薪資還減 老百姓不是很辛苦 好 我們看到美國這次的升級問題 還是跟官方提醒 不看景氣 景氣看不到任何的好事 可是隨著工資 隨著房租 隨著醫療成本的一個暴升 而為什麼工資會大升 為什麼房租會大增 當然跟QE堆積的財富泡沫有關 所以這一次美國的升級動作 大家要特別小心 我們要觀察 剛剛不是講過嗎 七大工業國 有一個國家在做點意外降息 就是加拿大 過去美國跟加拿大 不是每家是一體嗎 補習班 因為每家補習班 做廣告 為什麼美國跟加拿大 一個升級 一個意外的降息 而加拿大昨天降息 把一堆新市場的貨幣給打爆了 到底是從投資外幣 怎麼投資 尤其加拿大的降息 暗示了什麼樣的現象 電話廣告我來告訴你